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是住在立川的市中心来的 也算是它的市中心 市中心的边上旁边有一个 比较清静一点的地方 就是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好好休息 今天爬龙岗累吗 累死了 还有还好的 还够累 累的还是够呛的 那明天继续了 那明天可能要比今天还要累一点 其实我觉得 明天走路的地方其实不太多 啊不 明天走路的这个台阶 没有今天走路的台阶那么陡 但明天走路的时长要比今天的时长长一倍 就是台阶的话呢都还好 只是走路会比较那个 那那必须要OK 因为明天中午我们不在室里面吃饭了 我们在景区里面吃饭必须要走进去 你走到吃饭的那个餐厅的时候 你就不用走回头路了 因为你走回头路还不如继续往前面走 所以明天的话加油一下 如果走不动 有滑根的啊 有抬轿子的啊 然后抬轿子的抬轿子的抬轿 舒舒服服的像老大爷的这样 走出去 然后像我们今天因为去到这个我们来到这个重庆 然后去到这种历川的话呢 它最主要的一些景点嘛 像我们这边最主要的一些景点呢 都是一些峡谷啊天坑啊 这些的话呢都是因为卡斯克地貌所形成的 今天你们问我为什么天下第一缸里面没有水 那为什么叫天下第一缸呢 因为它的这个深度啊 335米是全国排第三 全世界排第五的一个卡斯特天坑地貌 那它的话呢 为什么叫钢呢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钢的那个地坑很直的 你今天有发现像我们一般的那种天坑啊 它的那个有颗路的 有形度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谢谢你